一人學生小孩穿到中興國中的桌上 200萬名學生就這樣站在路邊 他們不是來客人 他們全部都是來幫社區菜圍 年到時來向社區理事長 等於以來都感覺社區總是減一米 後來跟中興國中美術老師開工後 就請到學生來這裡為社區菜圍 上個月的時候 我們這個社區發展協會的理事長 跟我們學校的美術老師反映 希望我們的美術老師能夠幫忙構圖 然後來彩繪他們的這個圍牆 那麼當時我們的美術老師 謝嘉珍老師正好是在上這樣的課程 就是讓孩子在學校的一些剝落的牆面 在做一個彩繪 所以他想何不把這個課程 跟社區服務結合在一起 所以當時他就跟學生徵求 徵求稿件 讓學生自己先設計他們的圖案 然後在經過謝老師審圖之後 帶著今天正好有美術課的班級 出來做社區服務的一個工作 非常感謝我們同學國中 這兩百多個學生今天來跟我們彩繪 我們今天要配合我們社區的金關美容 金關加美麗加美麗 所以我們就邀請校長李校長跟他一起參加 今天就要利用最多的時間 來跟我們彩繪 把社區加到美麥 讓學生有參加社區的 再說多久 讓他們更開心 讓他們更高興 好 今天出動剛才在上比斯庫六班的學生 都來跟來興社區 老人送餐活動中心 學生孩子對他這次可以讓我來圍堵 都是最多的開心 大家就像今天要圍堵 第一次圍堵在座上 雖然是日子頭下 但是這些小孩都圍堵最多的認真 就大家分工合作 很特別的經驗 小時候很喜歡塗鴉 今天終於可以明正言順的在牆上 所以感覺很特別 就是想說 化水果比較豐富 比較便宜 這樣可以就是美化社區 前兩百多個學生 秋的拼 沒這麼辛苦 還是小孩都圍堵豐富的失水 也想讓社區變成經驗不一樣 記者 採訪報道